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呢我在镇上跟我弟弟出来买那个晚上的菜 我弟呢准备买那个叫什么 熟菜 玉林话后呢爽快 但是普通话应该叫什么 熟食 对熟食 像那个烧鸡啊 然后烧鸭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这家店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看他们还在排队 然后味道特别香 我相信在很多地方都有一家特别受欢迎的熟食店 我眼前这家就是人东镇比较受欢迎的熟食店了 大家可以看到老板剁菜的首饰基本上是没停过的 这边的首饰有很多 有扣肉皮 猪皮 牛料 当然还有玉林特色 牛巴 也就是牛肉干 这个黑黑的那一盆就是了 除了玉林特色牛巴以外 还有炸鱼 猪耳朵 牛筋 凤爪 扣肉 田螺等等 素菜的话还有辅竹 竹笋 小菜的话有那个酸菜 芋头感 冬豆等等 对了我们这边买了熟食之后 老板会免费送一些小菜 像那个酸菜啊冬豆啊等等给你拌一下 单独买的话当然也要花一点钱 可以花个几块钱就可以得一小份的一个素菜了 我们来到这一家店七八分钟了 老板一直忙不停 撑筋 放调料 打包等等 生意真的是超级兴隆的 啊 妈呀猪耳朵 我弟竟然夹了个猪耳朵 老实说我不想吃 哎呦我的天哪 放在同学 你吃过这里的那个烧鸭吗 啊 你觉得下次我们要不要试一下买一下这里的烧鸭 然后跟里面那一家对比一下 也行 也可以下次 现在呢正在夹10块钱的扣肉饼 感觉这一块可能有点超 因为要25块钱一斤一个扣肉饼 蛮不平的 这个酱料刚好 刚要把这个厚肉皮给切碎 剪成一小块一小块 特别麻利啊 这都找 总共买了26块钱的扣肉饼 好了我们现在呢进集市里面买的一个七夕菜 还差一个汤 我家的菜谱吧 有荤有素有汤 就是这样子了 今天是感激日要是下午来肯定要热闹 现在哎呀感觉都没有那么热闹呢 买了枸杞叶还有葱花 现在应该买完了吧 嗯那我们回去咯 好了现在呢我们准备要回去了 准备回去吃晚餐 这两天呢我都没有录视频哎呀偷懒了 昨天去打疫苗了接种了第二针疫苗然后接种完成了但是呢可能在我身上有一点点不良反应那就是全身有点酸有点累有点半困所以呢这两天都没有去录视频 也许我偷懒一下那个大家如果还没有打疫苗没有打完疫苗的赶紧去打嘛趁着现在疫苗可以去打嘛早点打早啊早打早放心比不对的哎呦好热闹好了我准备要回去了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然后早点休息明天继 去工作啦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哈其他的莉莉成为我的粉丝点个关注不迷路哦顺便长按一个三秒钟的赞吧谢谢大家了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